今天吃什么 西式omelette 就是欧姆的 这个虽然是法国人发明的 但是这个 欧美都在吃这个东西 很家常的早点 有时候 这个晚餐宵夜也都吃这个 做法呢 有一个基本的做法 但是也有很多的变化 基本的做法是什么 蛋 里边加上盐 胡椒 起司 变化呢 就是说里边会加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加火腿 有加这个青豆 加一些蘑菇 蔬菜 这些东西 我们先来准备材料 今天我准备的是 这种小的 这种香肠和bacon 您可以用火腿 或者是其他的材料都可以 把它都切成小丁 用火腿的好处呢 是它还有这种烟熏的这个香味 所以那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点起司 我今天用的是 medium cheddar 我也把它 如果是这个片子 你可以把它切成丝 如果是筷子 您可以把它整个创成丝 也可以 或者是那种粉的您撒在里边也可以 一会撒在蛋里也可以 但是不要用那种整块的 但是不要用那种整块的 千万不要把整块的放下去 或者是比较大的块放下去 那么它不会融化 我们要把它切成这个小片 这种粘比较碎的小丁就可以 或者是切成这样碎的这个条就可以 一会儿啊 我们需要把它炒一下 锅里呢 不用放油 直接把贝根下去就可以 洋人的做法呢 是会放一点这个黄油在里边 那么我就没有放 因为这个贝根里边已经有 这个猪油了 如果您的这个 这个贝根就是贝根比较 肥一点的话 油还会更多 所以说我们要先把它炒一下 一方面把它油炒出来 另外呢 也可以让它这个香味散发出来 然后再把我们刚才的那个 这个香肠放去一起炒一下 稍微把它炒出香气来之后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放到一个小碗里边备用 然后我们放入蛋 再挞入这个盐和黑胡椒 这个是西餐的做法 加入黑胡椒之后呢 这个味道会比较独特 然后您可以把这个蛋 稍微搅拌一下 这个和我们做那个 日式的猫饭那个做法 也类似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炒好的 培根和这个香肠 放在里面 再洒入这个cheese的这个条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位置 把它放成 放在中间 如果您希望它漂亮一点 就像我这样 像做这个日式蛋包饭一样 把它这个卷起来 把单皮往前推 然后就像做日式蛋包饭一样 颠勺把它往前推 往前往前滚动 如果您觉得这儿比较麻烦 您就可以让它熟成之后 把它变起来 也可以 就日式蛋包饭一样的方法 颠勺 让它卷成一个 仿锤形的一个卷 这样就可以很漂亮了 加热时间不要太久 成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盘子里边去 你看里边还有这个流动性 这个呢 比这个日式蛋包饭要简单一些 因为我们加入了cheese cheese加热融化之后呢 它里面会有更多的这个汁液 我们切开看一看 您切开之后 就会马上闻到这个蛋香和这个 起司香味就会冲出来 您可以看到里面的蛋还非常柔软 这个cheese melt融化之后呢 跟这个蛋液融合在一起 是非常香的 这时候您试一试 尝一尝 它是很好吃的 这些也可以做 很简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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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